公园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活动筋骨的好地方 那近年来各个县市也纷纷上罐头邮剧说再见 像是在新北市巴里区就打造了好多个特色公园 结合了巴里靠海的元素 诞生了以大鲸鱼、弹土鱼等主题的共融游戏场 那今年威战市区还有一座公园 拆除了原本的老旧面貌 将会摇身一变成为海洋中的帆船 虽然11月底才会完工 但是已经有好多爸爸妈妈跟小朋友都非常期待 小朋友玩溜滑梯玩得不亦乐乎 镜头拉远一看 整座溜滑梯是一只大鲸鱼 新北巴里香港公园超有特色 连近的片载沟公园也将大变身 虽然还在施工中 溜滑梯上助力的长杆未来将撑起帆布 铺上海蓝色安全地点 看上去就会像海洋中的一艘帆船 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这边公园做休闲活动 几年的这个有些游乐设施比较老旧 我们来争取慢慢才加做游乐设施 还有那个树木的养殖 很难想象这块地原先只有罐头 溜滑梯跟两个摇摇马 区公所争取到400万经费 打造大人小孩引尽期盼的海洋事件 因为巴里区靠海 区内还有以弹图鱼为主题的渡船头公园 13行文化公园水星宫公园等 通通都以海洋元素结合游据 想到巴黎就想要做案 但其实巴黎有非常有趣的 很多非常有趣的一些秘境 巴黎的公园都改造成这样的主题式公园以后 可以吸引更多的亲子都来到巴黎 来做观光跟游玩 朝向每一年以一个公园的目标 来改造来完成 老旧公园逐年改造成共融游戏场 巴黎区打开城市知名度 从生活角落改头换面 接着你转开魏晨新北市报道